有一张照片记录下了在这场地震中的一个感人瞬间 一位男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 送他去太平间 这也是为了给予自己妻子最后的遵延 除了家人 救援人员也在工作中给予死者极大的尊重 这是一处过于重灾区青春的回须 首个进入灾区现场的国际救援队 日本救援队 分内十五个小时 在废墟的最底层 挖出了一位母亲和他两个多月大的女儿 不幸的是 这对母女已经辞世 此后日本救援队战成两排 向这对死去的母女莫安 同时也告费了他们的家人 而在都江印的一幢威楼上 那一对救援人员正冒着危险去寻找一对母子的遗体 由于楼梯损毁严重 救援人员不得不找了两台吊车 从屋顶向下寻找遗体 经过九个多小时的救援 终于将母子两个遗体运回地面 除了必要的消毒工作 防跨工作人员还小心着溺了遗乱者的遗容 让他们显得安详些 事实上在在区的所有救援人员 都在紧密安对行里一个死者 哪怕是他们的身份还暂时无法确定 在免州的汉王镇 法医们正在对心里出来的运动同胞遗体 进行DNA取样 主要是针对一些没法辨认的 还有没有倾诉来认明 来辨认的这些死员 这些尸体找出来以后 我们要进行取样 去做DNA备份 作为资料流传 以便以后进行死员的查找 个体的尸体 目前公安部已经抽掉 160名法医和照相基础人员赶赴灾区 并将建立512地震运动人员身份识别 DNA数据库 这样逝者安心长年 而生者则得到了心理安倍